气死我了 岂有此理 又怎么了 王小五 气成这样 昨天晚上 野猪队既然输给了夹猫队 求赛 输赢很正常 野猪队是我的偶像 怎么可以输呢 谁敢说夹猫队的坏话 野猪队是最烂的队 王小五 李有才 你们俩别打了 外在的输赢只是不同因缘的组合罢了 对我们的生命本质没有大义 内心的输赢才是无限生命中最重要的顾客 对我们的生命中最重要的顾客